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为大家报告我们智慧电网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智慧调度与发电 那在智慧调度与发电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希望协助大量再生人员并网的时候 它对系统所造成的冲击呢 我们能够借由智慧调度呢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我们智慧电网的发展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让再生人员 能够很容易进入我们的电网 所以我们的智慧调度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协助 再生人员能够很容易并网 那我们晓得再生人员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跟不稳定性 并网以后一定会对系统造成相当程度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智慧调度希望建置一套 再生人员发电资讯的推估监视跟预测的系统 那在这一套系统里面呢 我们会结合配电署它所建置的DREAMS 还有中和研究所它的再生人员的发电预测 以及中央气象局它即时的去向的一个预报资料 能够输入到我们这一个系统里面来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电能管理系统 建构成一套完整的再生人员发电资讯的监视推估跟预测的系统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配合再生人员并年技术要点的一个修订 来要求大容量的再生人员的暗场 要提升它设备的性能 来降低它对系统的冲击 提高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也就是说当我系统发生了紧急状况 它应该具备有低电压持续运转的能力 高电压持续运转的能力 以及低频持续运转的能力 还有高频持续运转的能力 那当然我们在调度上 我们也会去发展动态评估 各项被转容量的一个需求 当再生人员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必须配置多少合理的被转容量 来降低它的一个冲击 那这个部分包括快速反应的被转容量 及时被转容量 调频被转容量 还有补充被转容量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配合整个电压法的一个修法 我们希望尽数来建立 电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我们调入中心呢 能够借由这个市场的机制 取得必要的一些资源 来因应再生人员病亡 所造成的可能冲击跟影响 有所谓的事